一部黑色休旅車 打橫填在馬路中央 紅衣男手持棍棒揮舞 二狠狠衝向後方車輛 坐視要攔車猛砸 並且不斷叫囂 黎明黑衣男 則是走向路旁閃避 其他急事健壯 以為遇到攔路二哨 趕緊迴轉 離開現場 他們在追途 然後拿鋁棒 就是有車擋到他們就敲 對 就是猛敲 還原事發經過 這名坐視攔車的二哨 其實就是駕駛本人 這起衝突發生在新北市新莊 駕駛突然把車停在昌坪路 及中原路交叉口 再拿出棍棒衝下車 後方突然衝出另一名男子 雙方爆發衝突 而過程中駕駛原本 還想衝撞其他車輛 下車後還猛砸擋風玻璃 和步行的另一人發生糾紛 懷疑是私人恩怨 因為他這個在馬路上 公然實施暴力的行為 那我們警方是絕對不宜舉的 那之後我們將會儘快 通知那個當事人道案 那將依法辦理 警方進一步追查 發現車輛是另一名 零星女子的車輛 表示車損不嚴重 不打算追究 但大街上演叫囂雜車 已經讓一早路過民眾 心驚膽戰 記者 李永生何惠榮 新北市報導